又有流英實習生拍下法庭這麼天真 對呀,其實稍為有常識都知道 法庭裏面是不能拍照的 拍戲都要搭警 但這位今個月 入張建利大律師行的選期實習生 竟然不知道 正所謂一不離二,二就不離三 今次被網民劈爆的實習生 就是他們 先是20歲左右的他 在去年8月 拍下了區域法院裏面的照片 還要寫著 Last Day Accord 據知他在今年7月2nd上畢業 還說自己做過 培合麥堅士律師事務所 接著走到他 一樣都是20歲左右 就在網上 post了一張庭內照 裡面有看文件 帶了假髮的律師和副手 他還要寫著 Everyday Routine 在巴洛文律師事務所做實習生的他 上個月才做完 Intern 還跟過劉仲文大狀 最後就是他了 去年7月在 High Court 公眾席 偷拍了一張庭上照片 中留言 都不知下次來 我是不是壞了些甚麼 大律師公會就說會審視有關個案 再研究採取合適行動 現階段就會先呼籲會員加強留言 還要妥善監督 建築大律師和實習生 有大律師都說 應該敢拍一張照片 會有機會被判二百五元和留案底 雖然不會直接影響他們拿牌 不過就會被人質疑操守 影響他們加入律師行列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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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